越南公然将太平岛成为领土 对台当局在此地的演习进行抗议 对越南咄咄逼人的态度 台湾当局只敢回应无法接受 实际上越南在南海强占多个岛屿 台当局难辞其咎 那他们到底犯了哪些错误 关键时刻还得让中国大陆出手 回击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 本期视频我来为您解读 更多的信息搜索台当局太平岛 大家好这里是东东乡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在6月8号的时候 越南外交部的发言人范秋衡就表示 说台湾当局侵犯了越南主权 引发地区局势恶化 对海上和平和航行安全造成威胁 那越南之所以对台湾当局进行抗议 是因为台军在南海的太平岛进行军演 那很明显吧 越南将太平岛视作是自己的领土 还要求台当局不得再进行违法行为 公然把中国的岛礁说成是本国的领土 这个越南是充分暴露了对南海的野心 那对此呢 台湾当局在6月11号的时候做出回应 表示说自己享有太平岛及相关海域的一切权利 然而越南其实已经占领了 咱们中国在南海的29个岛礁 就是因为这个台湾当局当年主动 这个放弃领土 那现在越南又想侵占太平岛 台湾当局呢是难辞其咎的 这个太平岛的名字来源 是1946年国民政府派出太平号和中叶号两艘军舰 去接收这个南海岛屿的这个主权 并且把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岛屿 用这两艘军舰的名字命名 就是现在的中叶岛和太平岛 当时呢 中国是确定了南海九段线 正式的向国际社会宣布 中国对南海拥有主权 然而在1971年 为了躲避台风 在中叶岛的这个台军选择离开 结果这个菲律宾就趁着这个时机强占了岛屿 对于这样的情况呢 台湾当局软弱无力 不敢用武力夺回岛屿 直到中国大陆海军强大起来 强化对南海的管控 才让菲律宾难以靠近中叶岛 越南呢敢在太平岛问题上面 对台当局是大放厥词啊 也是因为后者随时准备放弃这个岛 在2016年的时候 菲律宾挑起南海仲裁事件 随后呢这个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两艘航母 是进入到了南海 试图用武力强迫中国就范 对此呢中国海军全力出击 三大主力舰队齐聚南海 举行规模庞大的多兵种实弹演习 在这次南海对峙当中 美国航母在无线电静默的状态之下 精准的这个坐标被中国官媒公开的发布 而且解放军的轰溜轰炸机呢 是突然现身南海巡逻 美国航母顿时明白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 最终是仓皇的撤离南海 然而在中国大陆正面应对 美飞挑战之际 台湾当局呢 却把驻守太平岛的两艘巡逻舰给撤了 只留下了小快艇 所以可以看到啊 台湾当局完全没有维护中国在南海主权的打算 对太平岛这个南海第一大自然岛 台湾当局都这么对待的话 那其他的岛屿情况呢更是不管不顾了 不过越南和菲律宾虽然说对太平岛垂涎欲低啊 但是呢 他们也不敢直接来抢 因为台当局虽然说有放弃太平岛的意图 但是中国大陆会第一时间拿回这个岛的这个控制权 就在6月11号的时候 中国海警船 海巡03是抵达了永兴岛 距离这个太平岛呢 仅仅是400海里 那如果说 越南胆敢对中国岛礁采取非法侵占行动的话 那么中国海军和海警会第一时间前往相关的海域 强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